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认识张雨琪而闹出笑话 最后更是引来了张雨琪本尊 出面回应 在社交账号上喊话中歌手周深 吓得歌手周深赶紧发文回应 大春一顿彩虹屁之后 又在文莫表示 自己要去拿好排队了 至此这件事才算是彻底告一段落 没有想到 距离不认识张雨琪这段风波 过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歌手周深又因为不认识其他人 而闹出心梗了 也着实是让人哭笑不得 近日歌手周深又在青游节目当中 认人的缓解里面 卡壳了 在节目里 歌手周深看到万千的照片的时候 显得一脸茫然 并没有认出对方 在贾玲的多次提醒之下 小心翼翼的说出了万千 场面十分搞笑 在经历了没认出张雨琪 被喊话的事情之后 网友们也十分期待 接下来又得罪人的歌手周深 会不会与万千之间 再有什么新交集出现呢 万千在社交账号上面喊话 歌手周深称 等你从法国排队回来 我们认识一下 万千的一句话 不仅回应了歌手周深 也接耿了张雨琪 还有新新的网友发现 调皮的万千 特意把小尾巴 改成了歌手周深的达拉崩巴 也来了许多网友的围观 一顿操作下来 不但让歌手周深不至于尴尬 就连很多的网友们 都有些乐在其中 大家都知道 万千曾经遭遇过交通事故 尽管事后万千也曾经出面报平安 但如今距离万千出事的时间 并不算久 他应该还在休养当中 却仍然能够及时的发现 与自己有关的热门话题 并且出面回应 可见万千的身体 应该是恢复得很不错 这也让关心他健康的网友们 安心不少 虽然吃瓜网友们 看的是十分开心 但作为两大风波男主角的歌手周深 估计心情就没有那么放松了 不仅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而且还都得到了回应 即上一次彩虹屁过关之后 歌手周深 此番对万千的回应当中 真是自理行间 透着无助和无奈 不禁让人深表同情了 曾经大多数人对周深的印象 几乎都是拥有着 被天使闻过的嗓子 但随着他陆续参加多个综艺节目之后 网友们才发现 原来他小巧玲珑的外表之下 还藏着很有趣的灵魂 综艺也可以说是歌手周深 提升了人际的重要助力之一 此前歌手周深虽然佳作不断 但是会处于歌红人不红的状态 对于歌手来说 虽然有好的作品很重要 但是在作品大受欢迎的同时 大众对自己认知中却好像没有幸免 也是有些尴尬的 不过歌手周深在参加综艺之后 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 很多网友表示 综艺是一把双刃剑 在快速帮助明星提升人气的同时 也容易因为节目当中一些剪辑问题 而给艺人带来争议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